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歡迎收看 歡迎收看小明星 大跟班 掌聲鼓勵 歡迎收看小明星 大跟班 掌聲鼓勵 歡迎收看小明星 先介紹一下這邊好不好 對 事情是這樣的 現場來了好多學生 歡迎我們的高中生代表們 哈囉 哈囉 對 高中接著下來 就是要念大學的對不對 對 大家都很希望能夠有那個願望 到國外去求學 國外念書的話 有幾個條件 什麼條件 第一個 去哪裡 去哪裡 讀書都要錢 然後講到這個 傷了孩子的子孫 走了十二個 不好意思 我們不應該坐在這裡 沒有… 他就默默的往外走 講學金也可以啊 你可以申請講學金 二 四 六 總共六位 不得了 他們都是名校耶 他講這個樣子 全部都是出國 喝過洋水 不是 喝過什麼洋 洋水 洋水 大家都喝過洋水好不好 喝過洋水 不OK喔 洋漠水 怎麼樣 他們喝過洋水不得了 爸爸還曾經在洋水裡面游泳耶 誰沒游泳 他都游泳 我怎麼 口誤太嚴重了 洋漠水 因為他也是在美國讀書 對啊…他也是啊 你會不會有Culture shock 有 我不但有Culture shock 有屁啊 有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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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真的他爬 你知道嗎 你是Local King嘛 你是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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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ng 不然講一文我是會嚇一跳 對不起… Culture shock 我教你一個難的 好… 我不是只有Culture shock 有Reverse culture shock Reverse culture shock 就是說我去那邊 習慣了那邊的生活之後 回來台灣等等沒關係 對 反而是 對 反作又不是 是不是有這種感覺對不對 對 反作又不是 這是很不舒服的感覺 有 真討厭 講英文我 我跟你們同意我 沒有真氣嘛 那沒關係 我們今天就這樣分兩千 來啊…沒問題… 沒問題… PK一下 來…我先替你們發槍好不好 來…說 來… 念名叫 了不起啊 家裡有錢就透錢啊 丟不了啊對不對 不會讀書就來這裡囂張我們 怎麼樣 洋槍洋炮怕很多 哪一個學校 崇光女中 完了 輸了 輸了 她很可愛 不要這樣 我們還有建宗學生耶 你看看對不對 林傑夫歡迎 傑夫是建宗學弟啊 對啊 現在很高三 你又不是讀建宗 你綠外套就有建宗嗎 Jackie跟Jeff是不一樣的 哈囉 哈囉 我也是建宗的法師 真的嗎 怎麼可能 台南是建業中學 我們學校感人球隊很有名 你阿公 我阿公怎麼了 你阿公為了 你不要亂講我阿公喔 你阿公為了要讓爸爸有學校 還把我弄了一個建業中學 支持學校的橄欖球隊 建宗橄欖球隊也很厲害 黑山區 不是那個建人家是台北的 我們台南的建業中學 第一位 許老師 來… 許老師 這個是…這一研究所的 我剛剛不先講大學 貴貴運年她創校170多年了 然後我念的時候是全額獎學金 她最近這兩年才開始收學費 然後就是她是精英制 全校不到1000個學生 大概900多個學生而已 我念的藝術設計才 一年才收70個人不到 建築系才收50個不到 現在70個人 全校學生大概不到1000個 所以每一個年級很少…學生 精英制 精英制 之前的倡導是說 只要能夠來念的話 你就是精英中的精英 她是 對… 就是兩年前才收學費 所以過去一直以來 只要你入選 入選的話 大學四年是不收學費 所以必須是精英中的精英 她入取率幾乎是萬萬萬分之一 對… 我研究所念的是哥大 Columbia 你知道嗎 哥大… 這個全世界排名應該是第八 哥大是美國常春藤 而且她是在紐約市的市中心 我們有20個在美國的 全球的美金的這個億萬富豪 富豪 什麼 真的啊 這麼多錢 然後胡適是哥大的 歐巴馬也是 羅斯副總統也是 校友 對 然後你如果上網去看 他說哥大的知名校友 第三個就是曲家瑞 好… 我講過了很久 恭喜… 在維基百科上面喔 妳念的是藝術研究 對… 我們學校最知名… 當然是我們的法學院 然後我們還有這個 沒有 都有 我先講排名 OK 我們有這個法學院 然後我們的牙醫 它應該是全美第一個授語 這個牙醫博士的這個單位 然後它的醫學院非常有名 它的新聞學院非常非常有名 你知道我們的張亞晴就是 對 當時工費出去的 對… 並講歌大最著名的是什麼 妳想要能不能呼吸一下 他們都吸收過 對… 太快了 實際太厚的書 沒有…這不是 因為 學校非常重視通識 我先講歌大的大學不得教 通識教育 你在大學的時候 對 它就是規定說 你一定要選這個課 它叫Music and Art The Humanity 就是音樂跟藝術人文哲學的 這個課程 基礎課程 對 這裡面有100 這必修 對 有必修 它有143個 就是關於 因為沒有音樂的世界是黑白 沒有音樂的世界是彩色 真的…關於音樂 藝術 人文 還有建築的這些圖片 你要知道 所以就算你是念法律 你是念醫學 你是念商學院 我們商學院非常有名 你都必須要必修這個 基礎素質很好 你素質要很好 像我記得我弟弟念的是商 我姐姐念的是建築 可是他們大一都必須要上這個課 親愛的 我跟你講 是… 你是不是因為看到學生 就突然間上課 上課 我已經上身了 你就開始上起課來了 對啊 要跟他們說嘛對不對 我先講這… 這個已經都30年了好不好 慈禧太后的書 對… 學校當時還沒有電腦的時候 的那個年代 我先講198幾年 慈禎太后 李延英參見太后 來人啦 等一下去找他 把他給看了 齊禎太后 已經淹過了 淹過了… 已經淹過了 喂 聽起來怎麼樣 我想問那個藝術學院 就是她都是看什麼科系 就是看什麼 是看學科還是術科 成績的部分是什麼 怎麼進去 我跟妳講 她全部都看 她看學科也看術科 當然更重要的是 老師的推薦性 還有妳的自傳 我覺得台灣的我們的 最不好的就是 我們找很多代辦機構幫妳做 然後他幫妳寫 每個人自傳都寫得一模一樣 所以我國外的老師就會說 他就會跟我說 為什麼妳們台灣學生 自傳都寫一模一樣 他說你知道我們一看 我們都不看嗎 妳應該跟他講 因為都是同一個人寫的嘛 Copy paste 你千萬不要找代辦幫你寫 你就自己寫 然後要寫最真的 然後你不要 你知道我在實踐交了17年 18年了 每一年大一新增進來 寫那個自傳都這樣 我叫曲家瑞 我來自一個幸福美滿的小康家庭 都是一句 然後開學之後才發現說 Oh my God 學人家超有錢 帶到50萬的表 你知道嗎 難道要寫說 我叫曲家瑞 來自一個破碎的家庭 對 爸爸酗酒 然後媽媽跑六 我告訴你 Rosen That's right 這一天才會被老師看到 對 你才會被看到 相信我 沒有亂交 這個還有很多人在看的 沒有…相信我 國外 相信我 Listen 你要去Hoffer 你要去Yeah 你要去疙瘩 你就真實的寫出來 因為他們會看 我家還有30隻流浪貓要養 真的 他們會看 而且老師推薦信也很重要 台灣老師推薦信都說 學生你幫我寫好了 然後寫完之後 學生還打開改一改 然後不行 國外是這樣 真的給老師寫 要簽名在上面 我有問我國外老師 我說你們會看嗎 他說當然會 我說你們怎麼看 他說有的學生畫得再好 得獎再多 他說老師一句話說他不合群 他很自私 就不會要 對 而且沒有團體 團體合作的精魂 他們就不會要 因為國外注重的是全人發展 對 不是說你學科好 術科好 你就可以來這個學校 而且個人採討這種東西很難 聽你是考不進那個 因為他半人半馬 不半魂啦 震動魂 好難 沒有 我有高中同學 他們功課不是很好 但是很會 對 我跟你講 台灣都會說我很想來你學校 你學校太棒了 哈佛你太棒了 你一定要說我 哈佛會這樣講 憑什麼時候你 告訴你有什麼不同 對 所以你必須告訴他 你跟其他那百萬千萬個人 不要那個點 吳東線現場出考題 來賓各個悶動喔 找你們一個 答得出來你們就一個 一個聰明 全美國最好的理工學院 是哪一個 Kaltech 哪一個 Kaltech 加州理工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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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很厲害 我代表你們在考你們一個六個 來… 好 來 Kaltech 全世界最好的理工學院 考你們一個 考你們一個 什麼 答得出來你們就厲害了 全美國最好的理工學院是哪一個 Kaltech 哪一個 Kaltech 加州理工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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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代表你們在考你們一個六個 來… 來 Kaltech 全世界最好的理工學 全世界 悶住了吧… 悶… 後製幫我做六個悶 悶了 太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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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間… 哪一間 這位大哥 講答案… 不能下哈拉的對不對 對啊 講出來 各位 準備好 印度理工學院 三個傻瓜裡面那個 對啦 三個傻瓜 他們就讀這個學校 好 等一下也有一個人跟你狀態 因為他UW 但是他練兩年版就畢業了 沒有… 其實是為了省間 好厲害喔 接著下來讓我們 真的是跌破眼鏡 對 對 竟然是 亮出來 博克萊 博克萊大學 各位 不是賣蠟腸的喔 不是喔 不是真正的博克萊 那也不是書店喔 不是書店 對 我們這個學校是這個 全世界排名第三 然後如果是以功利的第一名 掌聲再鼓勵 厲害… 對 只輸給哈佛跟MIT 但他不是長春藤 打架… 我們便宜啊對不對 功利的地獄 沒有 我們一個學分才100到200而已 這個是在加州的 加州 對 在舊金山 一個西岸 一個東岸 非常非常的漂亮 對… 像綠草如荫這樣 然後有鐘樓 有那個鐘塔這樣 重點是 我們是這個所謂的 溪皮的發源地 對 溪皮 對不對 還有溪皮發源地 還有同志發源地 對 也是 所以我們很接受 各式各樣多元化的那個 那個所謂的文化 對 所以它那個街上 街上全部都是彩虹的 很多彩虹 彩虹 對 還有彩虹斑馬 對 到舊金山 你要帶一朵花 帶一朵花 帶一朵花 太浪漫了嘛 對不對 太浪漫 而且我們講說除了片以外 我們的名人有誰 誰 幫艾弗列克 吳彥祖 帥 對不對 田長林 然後那個什麼 李遠哲 每一個各行各業 什麼藝術的 天文的 都有 你還念電機系 對 而且他們裡面那個 那個C還有排名 我念這個是全世界排名第一名 電機系排名第一名 好厲害 非常非常的那個辛苦 掌聲在鼓勵一下 是… 那時候憲哥 我說實話 我曾經三天沒有看過太陽 沒有 Paul 都在地下室做實驗 甚至那個時候 我們剛剛講很多多元 所以他也照顧到很多 這種所謂的中下階層的小孩 所以他那個講學技 非常多元 我聽過幾個比較特別講學技 你有拿過嗎 好 我不希望耐用資源 哈囉 對 哈囉 你的回答是我… 這樣就不禮貌了 不禮貌啊 對 對不對 但他至少把自己拿回來了 我看透他們了對不對 我有拉回來 他把自己拉回來了 他有拉回來 之前有一個就是比賽 很棒… 對… 比賽叫做那個什麼 那個Robot的獎金 就是基本上你只要建一個那個 機器人 然後你跟他對打 贏的你就可以大概三年免費 機器人大戰 機器人大戰 這樣很過癮耶 很酷對不對 還有另外一個Jimmy Hendrix 你知道吉他之神 他也有一個講學技在那邊 基本上你只要吉他彈得好 也可以這樣 四年全部免學費 其他彈得好也是 對啊 所以你看各式各樣的這種講學技 他就希望你的學生就是完全的多元化 來 有沒有問題 照理… 他很不高興喔… 我想問一下 居然是他嬉皮的發源地 你有沒有跟那個洋牛有 驗譽過 怎麼可能 怎麼想到這些 可以認真問一點學業上的事嗎 問題出在他們其實今天都翹課 因為今天全部 全部要補課 其實我可以真的回答他 還真的有 而且還三國 日本 韓國跟俄羅斯 你說同一時間嗎 還少一個法國 你自己很敢說耶 我們今天是要來問學業的事 學業的 不是教的 有切磋啦 我本來還在網路上說 一定要看這一集 對 我現在叫我學生都不要看這一集 都是你們愛的 當然因為這個 沒有 交流嘛 交流 愛情是自由的 對…愛情是滋潤的嘛 對 順便了解他們的語言這樣 他這台劍機排名第一的 所以你看他們又會玩… 也是啦 會讀書的話就算了 放你一碼好不好 要解放一下 可是你也必須好 你也不能說你就一直玩 結果下學期你就被 就被盪 就什麼都沒有了 博客來要進去是不是非常難 其實跟剛才曲老師講的一樣 你要很特別 你的… 你要很特別 推薦自己的信息 我那時候寫的時候還寫得 還滿認真 因為那時候我是四大附中畢業以後 我考上台大沒去念 我去當兵 先去當兵 當兵的時候 那時候當兵的時候 我就先考那些SAT 還有我們 拿我們那些四大附中的那個成績 重點是自我推薦函 我就寫說 因為我想跟別人不一樣 我不想走一樣的路 跟人家就是大學 然後直接就研究所 我想要直接先當兵 然後在那邊練取我的那個 領導能力以後 再去到這種所謂的 你們國外的這個大學裡面來測試 結果他回海的時候 他就覺得說 你真的還滿特別的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 由你來加入我們 有光博客來的 還有誰有疑問想到 有沒有人有問題的 佳瑞姐姐她就是 她的大學是藝術類的嘛 對 她的話就是點擊 她為什麼會走演員學 我很疑問 我很誠實的告訴你 如果是為什麼最早來演員學 是因為當時我爸生病 然後 然後她在醫院裡 她沒有看到我 然後我說 我想讓她看到多一點的我 所以我說拿上電視很好 因為她過輪椅不能出去 所以一開始 最初就是這樣子開始 對不起 我找她調問這一題 沒有 所以我剛才隨便答憲哥 說要嚴肅了 這就是非常嚴肅的答案 OK的… 對啊 就是帶給大家開心 對… 這樣大家就可以看到我 他在醫院 他在螺椅上都可以看到 雖然妳看 接受國外的教育 感覺喝羊墨水對不對 然後但是他們卻很傳統的 父母在不遠游 游必有放 真的… 爸爸媽媽在 身體快哭了 就是妳的阿公阿嬤 妳的阿公阿嬤在那邊 然後我想出去 不行 有必有方 什麼 你不要亂講話啦 就是這樣 插一下…可以嗎… 插一下 可以倒順 給她插一下… 但就是讓他們看到嘛 對啊 可是真的在國外讀書的時候 其實家人的那種支持很重要 而且其實在國外都很辛苦 一個人的時候 你知道那不是已經夜深人靜 你光是白天天亮亮都還會有這種 為什麼我就是自己一個人 這麼孤單的感受 尤其是你遇到一點點小挫折的時候 你真的都是把 身邊都沒有人 辛苦往肚子裡面 因為你跟別人講 別人也都很辛苦 沒有人會理你的 不過選擇去留學的地方是很重要 對 謝忻就是很勇敢的一個女孩子 對… 英國 他去英國讀書 藝術 因為是藝術 我是念藝術 念音樂的嘛 那個發源地當然就是歐洲 所以我要跟在場的同學講 如果說大家對這個藝術有興趣的話 音樂系 對 其實可以考慮一下到歐洲 特別是一個這麼有歷史 這麼有文化的倫敦 英國很漂亮 對 這個金將學院 這是我研究所的學校 然後這是全英國排名23名 它英國的大學跟學校 加起來大概有200多間 對 在很多的鄉鎮裡面 我大學念的是音樂學院 是Trinity College of Music 是聖三音樂學院 它是音樂學院排名的話 大概是1 2 3 1 2 3這樣子輪流 為什麼我推薦它呢 因為如果大家就是覺得自己 很文青的話 又是很喜歡那種歷史 藝術 文化的地方 絕對可以選擇它 給大家看一下 有照片是不是 真的 我跟你講 這一定要給你們看一下 我們學校的環境 你看 天啊 好漂亮喔 大家有沒有對這片草地有印象 去過啊 去過 有沒有 就是 這就是雷聲索爾 不是啦 像OD家前面嘛 婚宴場所是不是 不是 吳宗憲以兒子為榮 近視台灣吹索娜主席 我們也是只有主修 像主修就是 像我主修是鋼琴嘛 對 那我有選修現代音樂 看你每個人選修的不一樣嘛 各種都有 音樂史也有 沒有 妳不要說索娜沒有 索娜我們家有一個很酷的事 我兒子就是台灣吹索娜 聽說是第一名 他是他們學校的 對 環境很文青 這個至少是百年 百多年 對 然後它的外面就是太武士河 非常的漂亮 非常… 我們學校的環境就是常常 因為它這是古蹟嘛 他們有一個規定就是 舊的建築不能拆 你可以蓋新的建築 所以它的古蹟就是留著 我們學校就是 一間一間的房間 裡面就是我們的戀琴室 是… 戀琴室就在那裡 對 戀琴的琴房 然後常常就是天氣晴天的時候 我們就會在外面的草地上 躺在草地上上課 有穿衣服的 有穿嗎… 有… 但是我跟你講 我一定要講一下 剛剛Paul哥強調的 大家都以為就是英國人 就是很Gentlemen 非常有禮貌 穿著西裝 打領帶對不對 可是我跟你講 像是每年的夏天 格陵…他們其實很門燒 像那個格陵威治 是啊 它就是是零度經緯線 它每年夏天都有一個狂歡節 它就是會找一天的時間 辦一個派對 Festival這樣子 然後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那一天我就在草地上 大家在那邊Picnic野餐嘛 然後就看到一堆人在遊行 其實我那一天到那個圖書館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對不對 然後我過來了 沒辦法 我的車 我的車 已經被我的駕駛司機開走了 所以我沒辦法 我只好搭公車 I'm sorry 公車在英文我不會講 你還要翻譯給我們 不要翻 因為相信我們他們英文多好 這不是可以的… 不翻 所有人都在那一天會喝個爛醉 喝個爛醉 對 隔離威治是 對 第二天早上會有一堆人 在公園裡面然後蘇醒 Hangover 對 全部都在隔離威治公園裡面爛醉 因為我們家就住在那個公園附近 然後就是 那房租很貴 很貴 我那時候記得 950磅一個月 乘以10 50 很小的房子大概8 9坪 所以對藝術或者是說對那種音樂 然後對歐洲文化 有興趣的同學其實可以參考一下 這個文化 金醬 金醬肉絲學友 來 有沒有學音樂 來…柔方… 柔方好可愛喔 氣勢 我想問一下 因為我在台灣的學校常常去廁所 會看到就是打開門然後就 不是什麼屎啊 就是尿 那我想問在 哈囉… 打開廁所然後看到踩傘 你也會學到怪 有常常會看到 跟我有 剛剛講的會有關聯嗎 就是 人家講那麼優雅的英國 誰說是屎啊尿 請問在國外的名校 會有這種狀況嗎 對不準的狀況 這什麼問題 我現在可以幫我倒汰一下 我剛剛講的東西嗎 講那麼多 然後妳再問有沒有對不準的狀況 我要問妳廁所乾不乾淨 不是 報告一下 因為現在小孩邏輯都比較跳透 男廁或許會啦 因為他們有時候 可能晚上開完Party 因為我們學校常常每個禮拜 都會有什麼日本Party 韓國Party 各國的Party 可能男廁比較會有這樣子的狀況 女廁可能還好 來 趙琳…妳要問 我想問是 你們國外名校音樂系的 你們的課業內容是什麼 課業內容啊 就是比如說不是都有一支 比如說戀琴或者是 你們會選修一些什麼 看妳主修什麼 音樂歷史的那些 會 比如說你的 我們也是只有主修 像主修就是 像我主修是鋼琴嘛 我有選修現代音樂 響板… 響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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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反拍的也很難打 很難打 要夾開 夾… 哈囉 對啊 那是響板 響板 OK 三腳鐵 三腳鐵也要 你要握住放開… 因為他要停止他的共鳴 我是音樂系的 OK 對不起… 對不起 對不起… 就是看你每個人選修的不一樣 各種都有 音樂史也有 唆娜 沒有 妳不要說唆娜沒有 唆娜我們家有一個很酷的事 我兒子就是台灣吹唆娜 聽說是第一名 他是他們學校的唆娜首席 對 那段時間練唆唆好恐怖喔 剛剛在學有沒有 對 那一天早上沒課 是 我們是錄到凌晨4點多 5點嘛 好累 突然間聽到我家裡客廳 那個一般台灣人家裡 是因為家裡出事才會出事 激烈的聲音 我躺在那邊又剛躺上去 又好累 然後又聽到唆娜的聲音 超好笑… 陳宇喬這麼漂亮的姐姐 唸的也是名校喔 我是澳洲第三 然後世界第46名的科威士蘭大學校 厲害喔 我是上語言學系 然後我們學校也是 整個學校都是古蹟 然後很特別的是 我們可以坐船去學校 因為我們學校 有一個自己的港口 然後有三個圖書 然後有三個湖 三個圖書館 三個圖書館 還有自己的博物館 這太難了 妳可以翻 不用 累… 三個圖書 有三個圖書 三個圖書 然後有自己的那個博物館 然後還有自己的電影院 還有看牙齒的診所 然後還有很多餐廳 還有Sport Park 然後可以喝酒 Pop的地方 然後Club也有 然後就是很多圓畫 有… 我跟你說 沒有教室 有啦 就是整… 我們有一個最大的圖書館 然後它大概有五六成 然後每一次進去都是客滿的 很多人都在裡面 裡面有多少藏書 有我們各大一千萬 沒有 你們多… 你們是搭賣球 真的 你們還計較 沒有 一千萬要計較 對 然後我們休閒 休閒運動就是可以打橄欖球 還可以泛舟 一年四季是比較沒有冬天的 所以幾乎都是很暖和很熱 所以我們幾乎都是 穿假腳拖鞋 短褲 然後T恤都上課 很休閒 然後大家有的時候都是洗地的座 然後等老師來上課什麼都可以 給你們看一下我們學校 這照片 這其中一個 天啊 這公園嘛 這是其中一個Library 然後這是我們學校 泛舟 你看 然後我們可以在這邊泛舟 是真的可以去泛舟 渡假區耶 對 然後我們每次 沒有…我們等老師來上課 我們就是坐在外面等老師來 為什麼打赤腳啊 我跟妳說Britzman的人不喜歡穿鞋 對 因為天氣太熱 很少人穿襪子的 因為都是水啊 沙灘 港口 可以坐船 對 坐船去上課 然後坐船回家 在這位是… 她是那個澳洲 澳洲第一個女生的總督 是Crinston畢業 就是UQ畢業 UQ學校 然後 這位是 這位是誰 Jeffrey啊 你剛剛很熟是不是 她是Jeffrey 這個是誰 深海玲瓦 有沒有跟那個 對 Jeffrey Rush 那個 海盜 對 魷魚頭的 Jeffrey Rush 對 她是魷魚頭 然後她有演那個 寂寞拍賣師 就是因為我們裡面沒有什麼藝人 然後裡面都是 好可愛 她這個剛剛是心虛的狀態 心虛的狀態 把它帶過去 不好意思 小熊 我們都是比較多都是做政治人物的 是很古老的學校 有沒有人想發問 各位哥哥姐姐 有沒有在出國遊學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不方… 遇到什麼不方便或不習慣的事情 這麼籠統的一個 對 那要回到 我們都賴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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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啦 我跟你講 不方便啦 沒有啦 沒有啦 可是真的是有人被惡人欺負 可是我要講的是 種族歧視 有 種族歧視 有… 因為走過學都故意把妳這樣 輸這樣推倒 或推一下或把妳的椅子這樣 踹開 我們來比慘好不好 來… 我先 我曾經睡覺睡到一半 發現有人在我的枕頭上擠牙膏 這還好 這樣擠的 我有另外一個 沒有嗎 這還好 但是她這個不好 為什麼 擠牙膏就算了 對 我在睡覺她這樣子在我臉上擠牙膏 對 還好 妳白差一點衝到美國去 開場 妳在宿舍裡嗎 我住宿舍裡啊 不然是鬧鬼嗎 那妳有室友嗎 還是 就是那個室友 結果妳有整回去嗎 妳就開始刷牙 我跟你講 其實她錯了 她應該是要整回去 妳是要整回去 她就是要讓她這樣 妳知道台灣歷史不是好有趣 妳可以 出國留學不二者 Ruby廖肯花嚇壞多人 我是在美國讀公立高中的 然後我是置物櫃被丟了 大概四五十隻 那種死掉的白老鼠 然後就一拍 就全部掉到我身上 一定要Fight back 想踩 就是讓他們欺負的話 他們就自己欺負到底就對了 對啊 對 後來我就是類似 就是實在也是一樣受不了 然後就突然走過去我就說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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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在美國讀公立高中的 然後我是置物櫃被丟了 大概四五十隻那種死掉的白老鼠 然後就會全部掉到我身上 然後他就… 他比較淡 我就想說好 沒有 我說我吃老鼠 有多人站起來 有多人吃 該我們弄他們 來… 因為老鼠我沒有怕 所以是還好 我就覺得你如果要起訴我們亞洲人 我就用亞洲人的方式弄你 我就拿甜辣醬 還有關東煮醬 還有醬油膏 去淋他們的Locker 食物櫃全部淋完 他們覺得很噁心 再也不敢欺負 臭他們 像魚也可能 還有臭豆腐的醬 魚露也可以 炸進去他們的醬 臭豆腐的醬很厲害 他們超害怕 然後再也不敢欺負 一定要Fight back 如果妳就是他們欺負的話 他們就一直欺負到底就對了 對 後來我就是類似 就是實在也是一樣受不了 然後就突然走過去我就說 就很髒 就這樣髒到底 可以 要鬆嘴 結果你知道隔天就是 大家就突然也是嚇到 然後隔天就開始傳說 我是黑道的什麼之類的 之後就大家都不敢欺負我了 真的嗎 就是要這樣 真的是要這樣子 對 對 都被欺負假的 那其他的學校叫做什麼 加拿大 對 因為我這個是加拿大 你知道像MIT 是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這個就是BC 就是British Columb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對…在溫哥華的 其實說實在的 其他人的那些學校 真的都很了不起 就大家就是世界排名什麼 一大堆的 但是我說實在的 全世界有出幾個 比如說Ben Affleck 或者是有出幾個Matt Damon 不是每個人真的都是 出幾個班艾佛列克 艾佛列克 艾特代摩 你很奇怪耶 你知道嗎 艾特代摩 對 艾特代摩 我的意思是說 像這些名校出來的人 真的可以成功就業的 或者是自己真的很厲害的 真的數不到幾個 但是像我們這個學校 最了不起就是 就業率大概是90%以上 這個很高耶 對 這個是非常重要耶 畢業就有人要 對 而且你知道像我當初 其實我會選這個學校的原因 第一 在溫哥華 就是有很多其他的那個大學 比如說SFU UBC 這些真正大學 你不知道讀四年嗎 是 這些很多學生都是 那邊出來之後 就發現根本沒有辦法 就是找到工作 他們就只好又再回來讀BCIT 對 所以BCIT會出來很多比如說 那個很多主播 很有名的主播 或者是新聞界裡面的專業人士 或者是 譬如說跑去幫NASA做事的 不然就是比如說什麼 美國公安局的 然後還有很多那種 企業界的大老闆 因為在這個學校裡面的很多 比如說那個教師 他們自己本身也都是 業界裡面的一些老闆級的人 或者是主管級的人 天啊 所以你們想到什麼科系其實都有 他來那裡無間道 一邊上課一邊選他員工 對 然後一把 等於是 等於是把四年的大學 縮成兩年來讀 這兩年當中 你學到的所有東西 你立刻一畢業 馬上老師說不定就是哪一個 哪個什麼編輯或導演 歡迎你來上班 而且你知道溫哥華 有很多好萊塢的電影 都是在那邊拍的嘛 所以你真的是 像我在這個科系的話 我學到的非常多 然後我就可以立刻就想辦法 就就業 馬上就有這個就業機會 不是 像BCIT這個學校 光是看它的建築 它就是比較現代的 然後感覺就不是在學校上課的感覺 你真的很像是在上班 可是是一個就是非常清靜開心 然後沒有太多分擾的一個地方 然後你看像我隨便拿的這個是 我之前 我們隨便做的那個作業本 它這個只是一個作業 它這個是比如說我們要學 有關於製作廣告 它這是 就是比如說它給你一個項目 它就是一個廣告 要你把所有劇本 全部都弄出來這樣 不是 不是 我給你看 來哥倫比亞大學 我記得是有畢業典禮的畫面 畢業典禮看到沒有 你看我們學校的那個校色 是藍色跟白色 而且居老師沒有電子檔喔 對 沒有 你看畢業典禮的時候 看到沒有 畢業典禮 我用照片 你看畢業典禮 看到沒有 走不出來 謝謝幾位 我給大家看 來…有沒有問題的 來… 翠迪酥 翠先生 好可愛 特地就是出國留學 你喊U天音 然後我想問說 那你最大的目標 什麼都沒有翻牆 妳是有錢人 他講哈娃 你喊U天音 那妳最大的目標是什麼 最大的目標 都特地出國留學 然後最大的目標是什麼 就這樣 最大目標 目標 其實我們出國讀過書 就知道這樣子的問問題方式 會被老師叮到爆炸 對 太龍頭了 跟他介紹一下 我們應該要怎麼問問題 沒事 要不然妳還是回答… 應該是說 就是我看 我當初讀書 我覺得我未來要做什麼對不對 我當初就是覺得 我會在大眾傳播業界裡面會 不然就是做電台或電視 我在想幕後的東西 就它是學以致用的 真的 已經想好了 所以你說我們是有錢人 其實不是 我是從小就搬到加拿大全家去的 所以我那個時候 不是說一家都有錢 一家都有錢 所以我全家都有錢 沒有啊 我要先聲明 我當初讀這個學校 其實是我自己 那個就是十二年級畢業之後 然後我打工 然後自己存錢 有錢跟貧窮的孩子 就學我們是一樣的 所以我剛才說 我念那個學校Coopers Union 它是一樣 它是只要你能夠上 你就全獎決金 我剛才講國外這些學校 如果你有一科目特別好 分數夠就可以上 它就會給你獎決金 而且有錢的孩子又怎麼樣 Sandy一樣被大家洗牙膏啊 我們一樣是苦衷 對啊 我們一樣是苦衷 我們跟大家是一樣的 我們也被大家欺負啊 我們也要跌落谷底 慢慢游上來 不然我今天怎麼能坐在這裡呢 大家都會這樣的 那是遊戲的一部分 I guess it's the part of the game 真的 太快 為什麼 I guess the part of the game 好了啦 好了… 對… 剛好歌詞裡面我才不會講錯 要不要被他們笑死我 對不對 沒有 這個學習法不錯 再來 敵君今天來 其實我心裡面壓力是最大 什麼… 3月31號就是三月的月底 快播了 下個月… 下個月 兒子唯一申請的一所學校 就是我的這一所 就這一個 她只剩請一間 對 你看她膽大不了 她五點音樂的那個 作曲的冠軍 No.1 對啊 十五歲她就拿冠軍 好厲害喔 天啊 但是她的託服是搞78分 這樣講嗎 沒關係 她是有過就好了啦 她是沒寫完 好…沒關係 總分 緊張… 總分是幾分啊 總分 總分託服IBT是120 其實是全美第一 但是我講錯是世界第一的 世界第一 流行音樂世界的 流行音樂世界沒有跟它可以相比 對 流行音樂其實也有分很多種 除了比如說像歌手 比如說像我要推出一個單曲 叫令純寂寞 大家可以去下載 不 Anyway 比如說像 我們可以先選擇一下 OK 妳可以講一些比較有名的藝人嗎 比如說像歌手以外的 比如說電玩的配樂 或者是電影的配樂 比如說魔戒的主… 魔戒電影配樂 魔戒 魔戒 就這位Howard Shore先生 就是我們學校的校友 對 這可能大家比較不知道 那如果另外一位 找得滿像巴菲特 知道 怎麼會不知道 這一個是一個很有名的樂手 其實年輕一輩可能不知道 它是Dream Theater的吉他手 是全美國吉他第一名的 John Patrici 這一位大家應該都知道 都是大師 他也是我們學校的 江南大師 是嗎 大愷嘛 大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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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樣不要自窗 這是我們學校 還有Michael Jackson的製作人 Queen C. Jones Queen C. Jones 其實像我們學校 只要是每一屆格來 每一定都有我們學校的校友 其實我們上課也是 學生是小班制 學費其實不便宜 我那個時候也是 我那時候是2001年的時候 然後一學期就要大概9千到1萬 美金 28 30萬 30萬 然後三個月而已 也是就是暑假你可以 一個quarter 一個quarter就30萬 對 超酷的 但是… 那我最希望弟弟沒考察 謝謝 超酷的 付一考78 是 但是現在可能更貴 現在可能要看你的科系是什麼 因為我的科系 是現代作曲跟編曲製作 所以需要用到很多的器材 那我們用器材 譬如說要買電腦 但是學校我們買那個Mac的東西 就會有學生的折扣 我還有帶就是我以前的 這是學校的其中一個帽T 很爛 這沒關係 但是有 拿出來 拿出來 妳怎麼老是把膝蓋堆起來又推倒呢 對啊 所以我們學校都很可愛 很可愛 這件穿出來那不得了 對 這件穿出來在音樂圈 還滿拉風 我這一件是1990年的耶 厲害 這件也厲害 我跟你講 我這個是 Listen 我這1990 為了今天來 我昨天從衣櫥翻出來特別去乾洗 對 而且這裡還有倒到 對啊 這件一定26年耶 趕人… 好感人喔 古董… 古董 好可愛喔 學校就是 譬如說大家一般所熟知的歌手 我們要學的什麼編曲 譬如說像這個是我多年前的 就是MIDI的課程 憲哥你兒子是要去讀什麼科系 他有講 就是作曲 跟妳剛好是一樣 如果是選到我們那個選修 她是雙組修一起的 所以她學費會比較貴一點 而且滿難的 哈囉 但是有獎學金… 爸爸去賣血都很一定的 你不會就怕你苦不得了 沒有 因為… 對 因為在波士頓 考上我就辦流水學期 憲哥辛苦了 因為在波士頓其實 生活費也都不便宜 所以很多學生他們會去打工 像我們很多的學校的學生 都會去譬如說樂團去駐唱 跟著教授一起去駐唱 甚至譬如說 那時候Nora Jones的製作人 來我們學校也是選 我們學校的學生去駐唱 會常常會有很有名的樂手 譬如說最有名就是史密斯飛船 他們會近距離到來 來學校跟我們就是突襲的互動 譬如說上課上到一半 你就可以有Steven Taylor 就進來跟你講課 之類的都有 所以課程上面都滿多元化的 但是因為我們學校也是很注重 就是讓很多國外的 譬如說日本學生也滿多的 然後可能他們如果經濟狀況 比較不好 我們學校會提供獎學金 像我那個時候也是去考 所以我只要付四分之一的學費 就可以 可以啦 有機會獎學金 然後後面是什麼 然後後面這些就是學校的 我們學校沒有校園 它不是像那種哈佛 MIT有校園 我們學校就是在路邊的幾個大樓 在建築物裡面 對 這個是最新待毫的 是在我畢業之後待毫 很漂亮 模特兒 對 這個就是連宿舍都在裡面 所以如果憲哥的兒子 有考上的地方住宿舍就會在 就是住這一棟 就住這一棟 對 然後就是 不貴 宿舍就不貴 這是Cafet Show 就是我們學校 因為它很著重就是 老師跟學生 你只要是音樂能力一樣好 他不管階級是怎麼樣 就是你可以在Cafeteria去Jamp 就是一個樂團你可以去簽 直接上去跟大家一起Play 對 就是譬如說憲哥 譬如說阿米老師什麼什麼 要上去隨便你怎麼玩都可以 對 然後就是也是街景 這個特別講一下 這是在我們學校旁邊的 是Berkeley Performance Center 就是我們學校的一個 對 類似很像國家音樂廳那種 的規格 常常會有世界各地的 什麼很有名的樂手 不管是古典樂界什麼 什麼Diana Crowe或者是什麼 Aerosmith就常來 然後還有Steve Vai吉他之神也常來 然後所有就是你只要在外面 一票難求的歌手來這邊 只要憑學生這 你還可以免費拿四張票 去聽他們的演唱會 真的是Top of the world 對 所以就是其實滿多 滿好的一些設施什麼的 在學校我們都有 而且像國外的學校 不論是哈佛耶耀哥達任何學校 只要你有上 你的小孩的機率就是百分之百 你小孩要申請的機率 有小孩的機率 就我父母親唸這個學校 對…你的 然後你的 比如說我唸了 但是我沒有孩子 我的孩子申請的機率是百分之百 他們非常在乎你的爸媽媽媽 你的哥哥姐姐都唸這個學校 所以機率是很高的 所以通常你申請的時候 他會說你是你家族的第一個人嗎 你爺爺奶奶奶爸媽媽阿姨 有人申請嗎 有的話他們非常重視 因為他認為你們一家人 對 傳承… 所以剛剛這個誰 余恩嘛 你申請得到 你努力 你的孩子 你的生存就會 不會 我覺得他滿有記憶點 很可愛 這樣也要可愛 跟大家開開玩笑 但是我覺得 好好掌握自己人情的方向 這是非常重要好不好 好啦 掌聲再給他們鼓勵一下 謝謝… 小明星大跟班小明星再見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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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